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东朗对峙之后又想到南海找势,引渡还真把自己当强国了。 就在刚刚上线的电影《红海行动》一片叫好的同时,已经有众多的网友从近期的电视新闻中注意到。 电影中的原型,中国海军的一支特战力量,正在随远航电队出现在了大洋,当然,这只是中国海军的正常年度训练,不过,印度方面却把中国的正常行动过分解读。 印度陆军参谋长比平拉拉特21日公开宣称,我认为,我们西边的邻居巴基斯塔在北边的邻居中国的支持下,正在很好的打一场代理战争, 目的是持续让该地区动乱。显然,东朗对峙之后,印度并没有以此为鉴,一方面,它还在不断增加中印边境方向的军事部署, 加一方面,它又在加大介入南海的力度,甚至竭力投身美日澳等打造的所谓四边形包围圈,摆出了一副与中国此刻到底的态势。 与此同时,印度为了削弱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,不惜对南亚岛国马尔代夫横加干涉,引发该国的政治危机。 用印度媒体的说法就是全方位对抗中国,显然,对于印度肆无忌惮的挑衅,甚至难以以止的冒险,我们也不得不做好相应的准备。 据观察者网日前援引环球时报报道称,中国西部战区空军升级战力,以应对某种威胁,报道附上的照片显示,行间10C三代半战斗机,已经部署西部某机场。 对此,环球时报援引军事评论员的话称,在西部战区部署三代半战斗机,甚至更先进的战斗机,已经成为解放军的优先事项。 而这种换装按照以前的惯例,是应该向南部和东部战区倾斜的。 正如专家所言,此次不但将标准三代半的歼10C优先装备西部战区,而且更先进的战斗机歼20部署西部战区,已成为军方的优先事项。 这足以说明一个事实,那就是,因为印度方面的咄咄逼人,中国只有加强西部方向的军力建设,随时应对任何不测。 众所周知,美国近期依然在南海上蹿下跳。 据澳大利亚世纪报24日报道,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了会谈,南海问题是会谈的主要内容之一。 但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分析,特朗普在亚太地区所推行的冷战言行,已经无法获得除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亚太国家的响应了。 这意味着,在中国和南海相关国家的努力下,南海方向正在向着和平稳定发展,中国海空军力量也有能力背部海上方向的安全。 印度方面显然也注意到了中国军队的一系列公开行动。 据海外王2月22日的消息称,近日,中国军方正在加强中英边境的防空力量,并且引起印度方面的担忧。 甚至指出中国此举就是为了应对来自印度的威胁。 据中青网2月23日报道,春节前后,南海舰队多艘舰,挺组成远海训练编队,前往东印度洋进行多种训练。 演练内容至少包括联合防空、反西、武力营救、飓风营救以及林简拿补等五个科目。 在同一时间段里,中国海军在东印度洋进行行列,空军三代半的歼10CEO先在西藏机场部署,以及陆军加强西部边境空防能力。 外媒分析,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不约而同展开行动,这绝非偶然的巧合。 中印既是邻国,又同为发展中大国,印度方面本应与中国相向而行,共同建立友好关系。 然而,印度方面却总把中国当对手,一二再再二三地挑衅中国,就在春节期间,印度总理莫迪于2月15日,公然赴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活动,试图强化对争议地区的非法占领。 对此,中国已经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,敦促印方恪守承诺和有关共识,不要挑起任何是边界问题复杂化的事端。 无论如何,中国今日在西部边境的军事部署,和大洋深处的军事训练,完全是正常的行动,即便是让印度感到了担忧,甚至产生了中国威胁的恐惧,那也只能怪印度就由自取。